歡迎光臨米諾咖啡頻道 今天來到我們的咖啡展台 跟著兩斤哥到我們的豐盾攤位看看囉 今天是來豐盾攤位的話是做什麼事情呢 擔任評審 擔任評審 擔任什麼呢 擔任春流杯的手沖菜評審 有什麼樣的感想呢 我一定會客觀公正的好好疲分 你講話也太死了真是的 不要那麼怕嘛 來來來 這個就是那個豐盾公司的老闆張正仁董事長 你好 今年的話因為疫情的關係的話 業績成長幾倍啊 我不知道還沒算耶 他今年差不多六億的營業額非常的好 好 來我們下一位 來一樣呢 那個主持人現在正在講話 好 今年的新的顏色是我們02的大川流 跟我們的茶葉末 01的跟天木蘭 還有我們的美人魚 為什麼叫美人魚呢 翻起來有沒有這個魚旗 非常的漂亮 好 接下來就是展開我們的比賽了 今天擔任我們的主持人 買個麥克風攏過來 好你好 沒有啦 我有想說你要用麥克風大聲跟大家打招 這是我們第一次那個參加 第一次是一個川流杯的 沒有你第一次來介紹咖啡嘛 你本身喜歡喝咖啡嗎 我好不喜歡耶 我喜歡喝但我只是不太了解 平常都是喝加奶的嘛 那今天因為昨天已經站了一整天了 今天是第二天 然後比賽已經即將開始了 那昨天一整天的話 對妳的感想是怎麼樣呢 我覺得其實看大家 在做這個咖啡的時候 我真是受益良多耶 因為我原本真的是麻瓜 不太懂的 但是在老師的示範啊 跟一些來場的客人的一些交流 我真的覺得我對咖啡的知識 已經到達我人生頂峰了 結果我最了解咖啡的一刻 就是現在了 所以妳也不 妳也想說以後的話 不想再做主持人 就想要從事咖啡囉 我還是幹好 我的老本行好了 現在在介紹我們的 那個比賽的規則 那旁邊的話是我們的評審 現在在做一個校正的動作 以防說我們今天的話 比賽的話是非常的公平公正公開 是這樣子的 今天的參賽者的話 總共會有36位的參賽者 然後第一名是我們 兩萬塊的小富士磨豆機 前四名全部都有獎項 好 那這邊呢我們的小老闆 其實是我們的 三個綠杯的設計者 那這邊來幫我跟大家說幾句話 大家好 好 不想講 老闆很可愛不想講 好 相信大家的話 今天來到這邊 就是對咖啡非常有樂愛者 那為什麼做這個綠杯呢 因為大家還知道的話 如果學習咖啡的話 除了生豆 烘焙 手沖 杯側 各方面五道的面向 其實萃取的部分來講的話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今天來講的話 綠杯它不管是說 如何它的肋骨的造型 材質都會影響到萃取的變數 不管是 沖得不好的話 會有什麼 過度萃取 或者萃取不足 那高手在民間 台灣不乏有很多的咖啡的高手 但是 我們只要出了國了以外的話 你們咖啡烘焙的國人 都非常的厲害 但是使用的話 90%都是什麼 進口的豆子 所以才有豐嫩公司這個進口商 那台灣咖啡豆的話 慢慢在崛起 因為礙於說 我們國土的關係來講的話 它的成本各方面的話 不是那麼的 讓人家馬上可以接受 那常常兩斤哥的話 去國外的時候 尤其是中美洲 或者是伊索比亞 他們都有拿小禮物的一個概念 那有時候呢 我非常煩惱說 到底什麼東西 可以代表我們台灣 尤其是說 在咖啡這個東西以外的話 所以 我想要屬於說 我們自己台灣的東西 雖然說 現在剛開始 沒有多少的時間 可是我想要做屬於真正台灣的咖啡 為什麼呢 等一下 我可能在會後的時候再來講 不然的話 大家都知道我這九個 講完可能就已經 大家比賽結束了 等一下我只是跟大家講 今天的話 大家有拿 大顆跟小顆的川流 幫我拿大顆川流來一下 材質不一樣 肋骨是一樣的 然後它的角度不一樣 所以大家沖煮的時候要小心 大家有些人說 它流速快 細粉 細粉的話 它不容易來做一個過度萃取 可是問題的話 你的水溫控制不好的時候 可能會讓你有一點trouble 我不是評審 可是問題 我把我自己的秘訣 跟大家比賽人講一下 這個是新池 燒濕溫度的話 比較略低一點 所以說你可以用高溫 它透熱性會比較好 這個是全池 溫度比較高 所以它保溫效果比較好 所以說你在下這一顆水溫的時候 我們就不宜過高 不然容易過度萃取 這一顆你溫度可以高一點 沒關係 好不好 我們秘訣講到這裡 那其他就看自己 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謝謝 好 我讓我們感謝我們全老闆 還為大家提供的一個 給我們這個濾杯的秘訣 因為我們的全老闆 他其實是這個 參與咖啡 參與濾杯的設立者 所以剛才呢 也提供我們秘訣 來給大家參考 希望大家待會兒的比賽 都能夠非常順利的來進行 你能夠多嗎 沒有 是不是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